高定其实它代表着永恒之作 我觉得一个人其实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就是时光 就像我们路易十三的酒一样 灵感就是来自于大地之物 来自于生命 我就选择了它的肌肤 它的骨骼 甚至它的一种能量的启发 其实石头宝石或者岩石 它其实就是它的骨骼 是最有力量的部分 最有能量的部分 包括它的上衣的部分 我选择了一种宝石 它叫碧玺 万物之光 就是它既有蓝色又有绿色 又饱含着金色 它的这种色彩呢 给了我无限无限的感受 就像好像地球的能量 在它上衣的部分呢 就像这种藤的图案 就好像我们生长的这种芝麻 就缠绕在大地之母的上身 那么还有就裙子的部分 裙子呢 我选择了一种材料 它特别像阳光照在大地上的色彩 我就想象大地之母应该手里 就是托举着这个地球 无数次的烧制 无数次的失败 所以这件作品呢 可以说在整个的设计中 是我的最大 我还记得当时在巴黎 我第一次见到 弄一十三这种酒 倒入水晶杯的那一刻 它给我了一种几乎要晕血 而在这个光环中呢 我表现了金色 金色呢 代表着光 代表着能量 代表着生命 代表时间 相信 时间